有可能性 不不不 民調我講一下 我不認為韓國瑜 因為他前面已經民調 連續四十份民調都輸了 對 那那六歲的時候 西瓜派會跑掉 所以韓國瑜的真正實力 也沒有那麼弱 這個我們要客觀來講 但現在問題在於 後面這九十天的選舉 比兩件事情 誰犯錯多 你就少加分 或者誰有正向的成就 呈現出來 我今天是十月十號嘛 我就只問你 業員之發言人嘛 你們李嘉芬賣農舍 實價登錄 他是八月二十二號賣的 實價登錄要一個月內 也就是九月二十一號 我還讓他有電腦最慢 PO出來的時間 大概會慢三週 也就是今天 有實價登錄嗎 今天國定家人 沒關係 那個是網路呈現時間 他真正呈現時間 應該在九月二十二號 就要呈現了 沒有啦 我查過沒有啦 沒有實價登錄啊 沒有呈現 就是實價登錄會浮出來嘛 在那附近的地號 他不會呈現誰的名字 那個區塊的買賣 他會呈現出來 我今天我第一次在 節目公開問這個事情 李嘉芬你賣的農舍 八百也好 九百也好 不管多少錢 你當時講我八月二十二號 他進口獎 已經賣掉了 那你實價登錄 在一個月內要完成 也就是九月二十二號 應該要呈現出來 那如果你拖到最後一天 九月二十一才去做實價登錄 大概會賣兩週到三週 才浮現出來 也就是現在 那如果還是沒有 你到底 你到底那是真買賣假買賣 還是你根本沒有去做實價登錄 這個事情問葉原資太殘忍 因為他一定不知道 因為他們發言人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一定不知道 你問董幹事 鄭永泉 鄭永泉一定也不知道 我可以斷地一定不知道 這件事只有李嘉芬知道 當時很多支持韓國瑜人講說 你點一個違法 那是違法 而且違法還不是我們講的 你自己雲林憲政府去看就違法 一個違章建築 違法農舍都捨不得拆掉 說要為中華民國粉身碎骨 你是在騙貴嗎 那你現在好了 違法你可以賣得掉 我已經佩服那個本事了 有人會去買這種 眾目睽睽 眾目睽睽 然後隨時要檢驗的東西 他賣掉那個買主 後來就沒有了嘛 不見了嘛 後來不是要申訴嗎 也不見了 現在連實價登錄都都 如果都沒有出來的話 我覺得要公大衛的人 這個家族對社會要有個交代 對社會要有個交代 而且講說我從小困苦 他們把他三個的議員 對 他們把你議員做那個黑金 黑金就是 落水家 抓錢 他說我從小我們家都很窮 那三屆議員三屆十二十二年了 李嘉芬三屆議員 三屆十二年 現在換他弟弟在做 然後一直用一個 其實在民主時代 根本不應該有庶民這個名詞 庶民是相對於貴族 台灣誰是貴族啊 大家可能有的成就高 有成就低 有的收入高收入低 完全用封建時代 什麼庶民啊 穿雲建 那些名詞在幾年前 我們都沒聽過的東西 我們要回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一個民主跟法治 擁有農舍 而且是非法的 然後呢捨不得拆也賣了 有個傻瓜竟然花錢 真的去買一個 被認定非法的農舍 那這個真的是交情匪潛嘛 你實際上登錄有沒有做 我今天公開問 你要公開回答 不要只會告人 不會簡易